欢迎继续收看我们欧崇敬看天下的99集 就快要100集了 请大家踊跃订阅我们 许多人一定在想 如果蔡英文真的败了 或者他的论文门乃至于他的真假博士门 如果他真的垮了 而拖垮民进党以后 他在政治上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计算 他是不是从此会在政治上一败涂地 也是不是因为拖垮了民进党会被做清算 那么当然大部分的人会想象蔡英文在这上面一败之后 那么就有一种垮台的效应 我们这边的判断是他不会的 即便论文门或者是真假博士门 他都垮了 他仍然会撑住 这所谓撑住是什么意思 又怎么个撑法 我先把答案说出来 跟各位报告 他会把所有的坏的部分 或者政治责任的部分 往赖清德身上去推 也只有这个办法 可以卸掉他身上所有的压力和责任 换句话说这一次不管败了 或者是他当选了 最倒霉的人绝对不是韩国瑜 也不是吕秀莲 当然你可以说是全台湾的老百姓 不 最倒霉的人是赖清德 因为他把所有的政治责任和所有的问题 会去清算赖清德 也会把所有 到时候如果他万一赢了 所有的力量 他可以动用力量 拦住赖清德 总共言之 赖清德在这一局里面 如果没有办法在 11月18到22 把蔡英文 从候选人的资格撤销 然后赖清德站上去 参与选举的话 那么其答案基本上 除非有太大的奇妙变化 否则赖清德几乎会被蔡英文硬干掉 而且就是政治上的出局了 那此话怎讲呢 因为蔡英文首号的敌人 已经不是吕秀莲 更不是韩国瑜 他首号敌人已经成为赖清德了 赖清德犯了好几个错误 是他对蔡英文 使用一般人正常的想法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个当权者 尤其是权力最高峰的拥有者 其实通常都不是正常人 更不能以正常人来看待 当然你想要用这个好人好事代表 或者是有良知良人 这个角度去看蔡英文 那更是绝大的错误 用心理学的角度说 那么蔡英文绝对不是那个正常的96% 而是那个不正常的4% 怎么说呢 心理学家有做一个测试 有4%的人呢 其实是不太会有一般人那种良知反应的 或者叫做正常的正义判断的 他的想法是绝对的自我中心的 这样的人呢 在政治上其实是特别容易成功 也特别容易常见 为什么 因为他从绝对厉害的角度去 往往把他自己先保住了 也取得他自己的绝对有利地位 蔡英文呢 一路走来 你可以看到呢 其实就是如此 否则他的博士们 或者论文们 不可能掩盖这么久 好 现在呢 大致上 尤其是这个 ILS博物馆 对不起 ILS的这个图书馆 馆员这位老太太已经说的话了 就是蔡英文这本论文从来就没有进馆过 这下真的破功了 他不是被偷的 可是蔡英文的同期的同学们 前后期的学长 学妹 学弟 学姐们 论文人家都好好的在那 那么在大英图书馆 跟这个伦敦正经学院图书馆 也都没有他这本论文 好了 真的 已经谢谢光临 因为他从来没有入馆记录 馆员的回答是 如果遗失 就会写遗失 而不会完全没有记录 他的是真的没有记录 那就是没有博士论文 关于他没有博士论文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佐证 就是在他57篇所指导的硕士论文里面 没有任何硕士生 引用过 不管是在文献回顾里面 没有 在注释里面也没有 在参考试诺论里面 还是没有 这要全部都没有了记录 那实在太难了 尤其他的学生 几乎八成以上 写的是跟他的博士论文题目 所谓博士论文题目 是相关的 所以引用他的博士论文 如果他真有博士论文 引用他现在这个方向 通告图书馆 那个所谓博士论文 如果当时就有这本书的话 那几乎是必要的 合理的解释 只剩一个 这解释是 他当时 就是没有博士论文 他就是那些小论文 所以现在这本博士论文 反而是 根据那些小论文 再改成英文过来的 所以现在这本 应该是完成在后 这在合理 而且本节目其实已经在本电视台 做了非常多的证据的举例 他可以出现 但是呢 没想到蔡英文可以一战的 在众目睽睽之下 改变规则 不断的违规 这个赖金德自己没想到 第二 当他 被蔡英文用特殊手法 而且在众目睽睽前呢 把他给枪毙了之后呢 他还是认为 蔡英文会因为 没有当选 最后呢 民党会乖乖 把这个主席权呢 一手 也就是说 蔡系的这个权力控制 在民党里面呢 赖金德以为 在蔡英文落选以后 会转移到 赖金德手上来 那么这 又是一个愚蠢的判断 很简单的是 如果蔡英文到时候 总统落选 其结果是 他会牢牢的握住民党 更会把其他的政敌 用尽力气 去做以消除 别忘了 现在整个国家机器 是控制在蔡英文手上 他势必会把 所有的可以找到的 剩余的国家资源 不断的做储备 做他未来万一败选的准备 也就是 他如果真的败选 现在他可以控制资源 他会不断的 放他兜里面去 不管是人脉的 金脉的 金流的 各方面 或者海外的 国外的 都好 他会做这样的一个控制 那么当然 他的控制不会很愚蠢 他会 哪些有证据 或者他能够 有效的 可以控制的资源 他才叫资源 当 即便他是在 1月11号 他落选 他都是民党 目前拥有资源 最多的人 也是拥有海外 和国际关系 最多的人 你赖心的在这时候 想要一定的 超越他 其实并不容易 所以 当然 也必然 蔡英文会在这里准备 是 万一赖心的 仍然不死心 他是不是要在这里 让他把所有的路 全给堵死 答案 当然是 这个重要的是 蔡英文一定要做一个 政治计算 所有的政治责任 全部都要变成是 赖心得的政治责任 尤其是在白选 或者有任何差词的时候 错的都是赖心得 这点是赖心得没有想到 所以赖心得只要 一过11月22号 他是既 没有拿到这个总统候选人 也没有办法 在选后 做任何计较思量 再和蔡英文 比赛了 一旦过了 11月18到22的 提名日子 他其实 某种程度上宣告着 赖心得的政治生命的完结 因为蔡英文一定必须要终结他 而蔡英文他不会就此甘休 他显然会在争取 四年后 继续重新出来选 这是第一种 万一他败选 如果是第二种 他胜选的 那更是他及一切的权力 会消灭掉赖心得可以出来的可能性 为什么 因为下一任的总统将会解释 现一任的总统的所有行为 他不会给赖心的这个解释权 你问说为什么 很简单 我们从前面 他的论文们和博士们 可以看出 蔡英文一路走来 只有一个政治判断 原则 这个原则就是绝对的自私 他并不是真的想要管蓝和绿 也不想管绿营到底有没有完成法理台独 或者是台湾证明台湾这个法理的独立 或者是自限 这些都不是他思考范围 思考范围是对他绝对有利 而且他利益越高越好 他的权力越多越好 越紧越好 赖心得的计算完全作物 支持赖心得的人也做了错误的计算 政治人物你要常常想 常常出现像汉朝刘邦的太太吕厚 或者像唐朝的唐高中的太太武则天 这种特殊的人格 往往越容易在政治的舞台上产生 重要的表现 我们回过头来看 很多政治成功人物何尝不是如此 你只要做错误的想象 不就是这样呢 当年的刘朝奇 一直到快过世前 还不相信就是毛泽东陷害他呢 现在事实证明不就是如此吗 他太太提醒他 别傻了 想要害你的人就是毛泽东本人 这句话请大家永远记得 尤其赖心得 请你一定要记清楚啊 了解政治人物的心理 了解他的政治计算 比什么都重要 请您继续保持收看 本电视台呢 将以五个节目的方式来呈现各种主题 每一日给大家最重要的选情分析 以及新闻泛难 再者当然是蔡英文的论文门 和他的真假博士问题 也会在我们节目里面做紧密的追踪 因为这个主题显然必须要达到一月 甚至二月以后才会真正的落幕 接着请您收看欧崇敬看世界 大座 comunidad 我们继续保持 不要多多吗 第一个人 先慢用 大家欧崇敬看世界